为抗议中共人大常委会封杀2017年香港特首真普选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发动大规模的罢课活动 从22号起全港学生将自发性罢课五天 这项活动获得了教育界的广泛声援 活动第一天集会现场有25所大专院校的上万名学生参与 香港特区政府也就罢课行动做出了回应 我们一起来看看详细报道 放下课本拒绝任命 22号下午2点 由香港学联发起的罢课真普选行动 在香港中文大学百万大道揭开训幕 学联宣布截至下午4点 已有超过13000人到百万大道参与罢课集会 他们穿上白色上衣佩戴黄丝带 在知名雕塑重门挂上罢课抗争的横额 也在台上树立命运自主的看板 宣示争取民主与真普选的决心 学联会秘书长周永康在台上发表罢课宣言 他表示 中共人大常委的正改决议 让中国的资金和财团垄断了提名委员会 所有政策都偏重于大财团 导致香港的贫富悬殊成为全球首屈一指 周永康也代表学联宣读四点罢课诉求 他强调 罢课是一连串不合作运动的开始 学生罢课是拒绝冷眼旁观 他呼吁香港人民坚守原则否决正改方案 如果政府不回应要求将考虑延长罢课行动 下午四点 一批老师举着 我是老师 我称罢课的标语 站到台上发表支持学生罢课的宣言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尊重同学对民主理想的追求和执着 理解学生关心社会事务 政府会在短期内启动下一阶段的正改咨询 学生的罢课行动得到学界的支持 至今已有382名大专院校教职员 联署生员 强调青年学子是香港未来的希望 不会让学生孤单的面对白色恐怖 除了联署生员 更有108名学者表示 会在罢课期间到集会现场讲课 另外 中大物理系17名教授 也组成罢课教员团 支援罢课学生追赶进度 香港的大学的教授和教师都能够坚持普世价值 也可以说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要维护学术的自由和公民的自由权利 对于北京当局就2017年普选所设置的种种的观察 他们是很不满意的 所以他们用行动来支持大学生 对中共说不 此外 还有一群大专院校就毕业生 21号在天马公园集会支持学生罢课 就在学生罢课当天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由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率领的香港工商业界访问团 不过 习近平与个人会面极致辞时 未谈及香港的政改问题 仅重申将坚持一国两制及基本法 不过 有香港媒体指出 罢课不会让香港明天就有真普选 也未必能让中共退后 但是学生运动从来都是一点一滴 埋下改变的种子 很多人会在学生而建像商业域 谢谢大家